市场防疫 守住基隆 近期的防疫焦点在传统市场部分 因此对于这一次台湾世卫电商创新协会 引诫了亚洲威视 台湾万事达金流 跟立法委员蔡逊英共同来捐赠25台红外线测温仪 基隆市政府产发处表达了最大的感谢之意 这样对市场的管制人员 摊商跟采买的民众 都多了一层保护 能够为防疫来加分 不见得一定要耳朵嘛 就知道身体有经过 体温正常摄氏度36.7 体温正常摄氏度36.8 差一点点那还好 台湾世卫电商经流公司 那我们陈总市长护总经理 来支持我们基隆市 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这一次双北的疫情 很大一个部分的破口 就是在市场的部分能够做有效的管理 那市场要能够做有效的管理 除了我们现在右昌市场提到的 就是单双日身份证号码的单双号之外 那另外就是所谓的两兆一套 那另外一个就是 所有进去消费者的体温的管理 以及消毒的议防工作 那现阶段因为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市场 都有派出许多的工作人员 其实浪费了大量的一个能力 那借着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能够及时就知道所有人的体温 那也一并完成消毒的工作 让所有的消费者在市场购买的过程当中 他能够非常的安心 很安全 那对于我们整个市场的运作 也会更加的方便 所以我觉得说非常感谢 我们相关的单位的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让所有的好朋友 在到市场消费的时候非常方便 而且他不是只捐赠 他捐赠二十几台 所以每一个市场都有非常多台的设置 也不用担心说 在是不是要量体温 或者在消毒过程当中 造成人流拒取的问题 其实也不会 所以我想相关的部分 台湾万事大公司 还有我们市场的产发柱都想到了 那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那今天能来这里 也是我的荣幸 本人的荣幸 那本人今天也代表台湾万事大金流公司 还有台湾数位电商创新协位的理事长 那也希望啦 我们基隆从今以后 是这么的安全 也可以照顾所有的基隆市民 谢谢 今天我们也要谢谢蔡世英立委 跟台湾万事大金流公司的陈总市长 能够支持我们的防疫政策 那能够在这种自动的酒精喷洒器 还有体温感测器 那尤其是数量相当的多 那我们预计会配置在 我们传统市场的管制点 那一个点可能可以配置多台 让人流能够分散 那也让这个动线能够更快速集中 让市民能够尽快进入市场采买 那尽快买完回来 那降低这个防疫的风险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